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2020年下半年开始 各家手机厂商纷纷开始行动 加上高通芯片半年的半代升级 那下半年也会有不少厂商 推出自己的旗舰手机 而本次小米更是联合老牌相机厂商 来卡推出了小米12S系列的三款机型 本期我们就来看一看 大家最为关注的小米12S Ultra 外观部分重点来看背面 本次小米12S Ultra的背面 和之前小米11 Ultra的设计风格完全不同 硕大的镜头模组占据了整个背板三分之一的面积 原型镜头模组搭配上素皮材质 横向握持的时候很像专业相机 机身左侧上下分别是莱卡的字母标识 以及小米的英文logo 没有一部分同学期许已久的红色莱卡标志 有点小遗憾 镜头圈的周围用了金色倒角处理 机身内部的三枚镜头组 同样使用了铝合金框架固定 整个镜头模组涂着背板大概5.23mm 这个涂起的厚度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它更像相机了 机身背板处厚度也来到9.47mm 再加上金属中框肯定会担心它的重量了 本次我们手里这款素皮经典黑配色 实色是227.7g 虽然还是有点坠手的感觉 但是相比较于去年的小米11要丑 还有苹果iPhone 13 Pro Max 居然还轻了一些 至于手感方面 除了机身略厚 镜头部分凸起明显 其实整个素皮背板搭配重量 还是可以接受的 机身变厚是因为更大的影像传感器 那么小米12s Ultra的影像表现到底怎么样 咱们直接对比来看 首先参数方面 本次小米12s Ultra和索尼合作首发了5000万像素 1英寸超大底的MX989传感器 23mm的广角镜头 F1.9的大光圈 像素融合1250万像素 单像素大小达到3.2mm 大底的好处当然是带来更强大的动态范围和更大的进光量 可以获得更纯净透彻的画面 其余两枚镜头分别是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和48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 这两枚镜头组都使用了索尼1 2英寸的MX586传感器 并且支持相位对焦 长焦镜头最高支持5倍光学变焦和100倍的混合变焦 而前置方面则是3200万像素的镜头 从参数上看 这是完全没有错数 下面来看一下实拍 本次小米和莱卡合作之后 默认相机图标当中加入了红色元素 点开相机之后 内部界面也做了对应的处理 比如选中按钮变成了莱卡标志的红色 拍照界面上方也加入了莱卡原生双画质的切换按钮 并且可以在莱卡生动和莱卡经典两种风格当中切换 注意这里头可没有关闭莱卡的选项 这足以证明小米本次和莱卡的深度合作关系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两种风格的对比 首先莱卡经典更倾向于明暗的对比 尽量避免光线对于色彩带来的影响 而在莱卡生动这组样张当中会对于饱和度和亮度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二组如果遇到色彩比较艳丽的场景 可以看到使用莱卡生动风格拍摄的样张 也并没有去执意拉高颜色保护度和锐利度 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暗部的处理上 比如地砖和屋檐下的暗处会感觉到亮度的提升 除了本次主打的两种莱卡风格之外 右下角还有四种莱卡滤镜可选 比如说莱卡鲜艳 莱卡自然 莱卡单色和莱卡单色HC 滤镜还可以在自己选中的照片风格上直接去增加滤镜 那这四种莱卡滤镜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接下来我们同时使用生动和经典两种风格 来对比一下其他几大旗舰机型 在第一组超广角样张当中 小米12s Ultra第一眼的观感属实是不错 从强砖阴影处你可以看到画面整体对比度是比较高的 而三星这边整体色调有点偏短 但是暗部细节保留的是最多的 我们切换12s Ultra为莱卡经典风格 这回整个画面的风格的味道更加浓烈了 所以大家更喜欢哪一种莱卡风格的预设呢 在主摄一倍样张当中 这四台机器你更喜欢哪一组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了 其中小米和苹果的画面整体表现不错 与广角端相同 小米的对比度是要拉大一些 这让画面整体冲击力确实很强 我们切换到莱卡经典 是不是感觉更有冲击感了 在另一组主摄一倍样张当中 四台机器里面苹果的亮度是最亮的 清晰度方面放大到远处的屋檐下 这四台机器其实差别不到 我们再次切换到莱卡经典模式 那这次你喜欢哪一个的表现呢 来到一组复杂光线并且隔着玻璃的场景 没有人为干预对焦的情况下 第一眼看上去小米的主体很清晰 可以准确的判断出中心的侧光和对焦点 而对比的机型 多少都有一点前后中景无法拉开的感觉 这里应该是得益于莱卡光学镜头 可以更好的处理炫光以及色散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切换风格来到莱卡经典的时候 那整个色调就略微有一点显得格格不入了 看起来在不同的场景下 两种风格的差别还是比较影响成片效果的 把画面切换至逆光样征 可以看到四台机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炫光的问题 远处暗部的竖从细节更多 三星这边的表现一般 在下一组逆光场景当中 对于光学变焦5倍的长焦镜头来说 就有点泪不从心了 我们切换到正常光线下 小米这颗48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画面亮度虽然没有三星和苹果那么高 但是放大细节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墙壁的纹理 也没有像三星那样边缘出现色散的问题 我们再换一张5倍长焦样张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再切换到120倍的超长焦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表现并没有像前代11腰刹那样 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两款小米机型在噪点控制方面就不如三星了 我们再来到夜晚场景 首先两款莱卡风格的效果并没有白天来的那么浓烈 但是你可以通过对比看到莱卡生动风格 明显在亮度上要高出经典 所以在夜晚拍摄夜景照片的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直接使用莱卡生动 在结案环境下默认未开启超级夜景 小米这里的表现就略逊一筹 在开启超级夜景之后 四台机器的画面亮度都有提升 X80这边颜色更加艳丽 同时小米的表现也不错 此次在拍照部分 急速抓拍和连拍也有升级 连拍速度可以达到30张每秒 而因为拥有1英寸的大底传感器 所以这次小米12s Ultra 并不会在多数场景下进行多帧合成 这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连拍的速度 视频录像方面 本次升级了专业模式下最高8K24帧的录制 而且三枚后置镜头均支持8K视频 专业模式的界面也加入了直方图 可以对画面整体的观感进行更精准的把控 其他方面支持杜比视界加HDR视频的录制和回放 最高支持4K60帧的录制 具体录像的表现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画面观感上 小米的亮度和色彩 与其他机型相差不大 色彩方面小米这边要略微艳丽一点 在防抖方面 默认模式下小米和三星表现更好 而开启超级防抖之后 小米的表现更好 三星这边由于使用了超广角裁切 所以画质是略有下降的 而小米11刀则可以看到明显的电子残影 在开启了小米两台机器的超级防抖Pro之后 效果也是一目了然 夜晚录像测试当中 在极暗环境下 小米的整体画面亮度都要比iPhone更高 暗部的细节也是小米这边更为艳丽一些 但在光线比较复杂的场景 依旧可以看到这两台机器有明显的鬼影的情况 小米这边虽然没有iPhone那么夸张 但是也会影响到整体的画面观感 简单总结一下影像这个部分 本次小米12S Ultra首发索尼的MX989传感器 在保证画质解析力和清晰度的同时 在和莱卡深度的合作 引入了莱卡的双原生画质 这两种风格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调节 适应更多的人群 如果个人特别追求莱卡的画面色调 以及滤镜风格 这款机器是值得你重点考虑的 连拍以及暗光环境更好的表现 都要归功于这一块1英寸的大底传感器 还有其他的玩法 比如说移轴拍摄 万物追焦 还有三款大师镜头 这些确实都是加分项 拍出来是颇有效果的 屏幕方面 本次小米12s Ultra 并没有采用11 Ultra上面的4曲面屏幕 而是和前半年发布的小米12系列类似 采用了双曲面居中开孔的设计 实测垂直屏占比来到90% 屏幕参数方面 6.73英寸的三星Applet的E5屏幕 并且支持智能动态刷新率 和原生实比的色深 分辨率最高可以达到3200×1440 522的PPI其细腻程度还是不错的 通过显微镜头可以看到 采用的是比较标准的钻石类型排列 亮度方面实测 手动显示白色图片的最高可以来到504 强光照射下的激发亮度最高可以达到933 都是属于旗舰级别应有的水准 显示效果方面 我们统一亮度播放HDR视频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HDR视频播放效果方面 小米进步比较明显 在面具的画面当中 可以看到不仅没有出现偏色 左上角黑雨的细节清晰 右颧骨高光部分的质感 纹理和细节也没有因为过曝而丢视 只是对比苹果色温稍稍有一点点偏冷 而且默认播放依旧是没有声音的 苹果和三星这边表现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无论是色温明暗还是细节 肉眼观感都是完全一致的 在声音方面 哈曼卡顿对称是立体声扬声器 支持杜比全景声 具体表现咱们不公不达 大家可以听一听 你更喜欢谁的声音 音乐 扬声器方面三台机器有些许不同 iPhone听起来还是熟悉的感觉比较均衡 中频的密度感更好 所以声音是比较饱满的 三星的听感是中规中矩 中频密度稍有不足 听起来有一点点发虚 小米的声音整体是很不错的 上下扬声器音量是更加的一致 和iPhone对比起来也更加明亮一些 三台手机的震动各不相同 三台手机的震动各不相同 iPhone是比较柔润的 小米更加清脆 而且不同的场景会有细节的不同 至于三星嘛 我们这手有点麻了 处理器方面的小米12s Ultra 本次搭载了全新一代的 骁龙8plus真一芯片 这回可算是坐实了小米的手法 而高通也是一改一往的风格 改用了台积电的4nm制程工艺 大家关心的跑分 游戏以及功耗发热控制的怎么样 咱们抓紧来测试 首先我们调整屏幕亮度为300尼特 开启性能模式 以及关闭性能模式进行多次跑分 在Gicbench 5当中 单核1312对比搭载了骁龙8真一的小米12 Pro 单核成绩提高了10%左右 而3985的多核成绩 对比之前小米12 Pro提升了8%左右 Antutu跑分方面 小米12s Ultra接近109万的成绩 在我们目前的数据库里面是暂时排名第一 比起之前搭载了骁龙8真一的小米12 Pro 高出了8% 大家看一下GPU部分的测试 在3DMark WildLife测试场景当中 10541相比较于 搭载骁龙8真一的小米12 Pro提升5% 这个部分不像CPU提升那么多 在GFX Bench测试当中 1440p和1080p的离屏测试中 帧率均有提升 而在曼哈顿3.0的离屏测试当中 帧率和之前的小米12 Pro就没有明显差距了 在读写速度方面 本次小米12s Ultra的顺序读取速度表现 是可圈可点 而顺序写入速度中规中矩 在随机读取的方面表现一般 跑分部分我们简单总结 本次骁龙全新的处理器 算是一个小幅升级 具体到机器本身的分数方面 相对于之前的骁龙8真一 大概提升了不到15% 所以对于那些已经购买了 上半年旗舰的机型的小伙伴来说 可以松一口气 当然跑分只是一方面 我们还是看一看实际的游戏表现 特别是功耗和发热 这里不废话 我们直接看原神的测试 首先默认模式 最高画质60帧 游戏30分钟 平均帧率是45帧 从帧率图你可以看到 帧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温度方面 正面最高41 背面最高40 这个温控表现还不错 我们又切换到了性能模式 来进行30分钟游戏 这回帧率就有明显的上升 平均帧率达到57帧 在前12分钟都能够平稳的运行 整体表现不错 当然温度也有所上升 正面最高是45.3 上升了4度 背面最高是43.2 上升了2度 这个帧率表现 相对于上半年的一众旗舰机型来说 是有一定提升的 而且温度方面控制的也还算可以 下面来看一看功耗方面 30分钟平均功耗5.38 这个功耗表现看起来就非常不错了 换算成能效比来看 10.59的成绩 已经可以和自家的天玑9000的K50 Pro看齐了 简单总结 小米12S奥潮 这颗飙龙8PLUS 虽然在性能上没有特别大的提升 但是温度和功耗方面还是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进 本次小米12S奥潮搭载了4860毫安时的电池 冲天机器是67瓦 具体系号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实测数据 我们在室温25-27度的情况下 屏幕亮度调到300尼特 进行常规的五项测试 合计2小时30分钟 最终剩余电量的52% 这个电池容量在最近一个阶段发布的机型当中属于中等偏上了 虽然电池容量不算大 但是整体续航表现还不错 尤其是P1芯片和G1芯片组成的X 尤其是本次新加入的澎湃G1电池管理芯片还是发挥了不少作用的 在充电方面 本次小米12S奥潮依旧采用了自研的澎湃P1芯片 实测5分钟可以充到14% 25分钟63% 到100%需要48分钟 到测试捐流充电结束需要53分钟 实测充电池最高功率来到58.9瓦 相较于其他相似功率的手机来说表现中隔中距 至于为什么没有采用120瓦的充电 估计还是要考虑到机身的厚度以及电池容量方面的原因吧 在系统方面呢 MIUI13全新的小米妙想中心能够让你快速的跨越设备分享内容 对于个人设备只需要登录同一个小米账号 并且在通信范围内就可以完成可信连接 而对于公共设备像音箱电视这种只需要在同一个WiFi下就可以了 打开妙想中心之后呢 你就能发现附近所有可用的设备这个不禁让人想起了 在手机或者平板上面进入小米妙想中心 会看到音频挂件和屏幕挂件 拖动到目标设备呢就完成了内容的流转和分享 而当你正在使用一个软件啊想在大屏幕上继续使用 只需要呢将手指从底部上推至左上角的小米妙想中心区域就完成分享了 即使啊大屏幕上并未安装这个应用 另外呢在小米妙想中心还可以对于设备进行快速的控制 点击音频挂件可以对当前播放音乐进行控制 点击电视呢就可以调出遥控器 除此之外啊点击每一个设备气包都可以对设备进行装扮 很方便就可以区分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 这款主打影像的小米12s Ultra 那如果你是追求手机端比较高的画质以及成片效果 特别是喜欢莱卡影像风格 那这款小米12s Ultra是可以满足你的 当然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抛弃相机了 那我们的答案还是否定的 至少现在还是不可以的啊 小米12s Ultra很强啊 但主要还是在手机领域的影像系统方面表现很出色 其他方面啊在显示啊 音化啊系统功耗 以及防尘防水等方面 那小米12s Ultra呢 其实都是主流旗舰的水准 稍微有一点的遗憾就是没有120瓦充电了 不过你可以想见啊 如果都加上的话呢 机身重量恐怕就难以控制了 总体测试下来呢感觉就是一个 这些年来小米呢 对于影像系统的上限 一直没有放弃追求 那这次小米12s的表现呢 是让我们比较满意的 那不知道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你可以打多少分呢 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大爷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小剧场 有小伙伴问 没有赖卡标志 感觉少点什么 没问题 你只需要花一块钱 打印一张标志 注意 一定要打印一块钱的 黑白的没有感觉 而且在剪纸的时候 也要注意力度 千万不要剪破了 不然贴上去不好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样就完成了 好 没问题 我先给你 质疑 我们的质疑 好 我先给你 打印一块钱 我们的质疑 你 有什么 水 就 我们的质疑 就 看 这 我先给你 我先给你 我的 我先给你